新城乡 新城纳谷塔石原楼正式办理的启用典礼 乡长和理台非常感谢协助石原楼完工的所有推手 另外要赞扬新城顺安村的乡村 许多乡镇遇到兵葬葬设施的工程 在地的村里都会表示反对 还要特别感谢乡名代表陈秀林主席 以及全体代表的支持 而石原楼也将永续的存在 新城在此让乡亲能够更安心 工所团队也会持续地打造幸福好新城的目标 新南乡新城纳谷塔石原楼上午10点半年启用典礼 石原楼代表着我们祖先缅怀 并且永远感谢新城对我们的家庭 地方与社会所付出贡献 顾名思义就是石原楼 向南和理台向南感谢所有推动乡亲和长官们的努力 石原楼顾名思义的 就是希望我们的当人家后代子孙的 我们对于自己 对于这块土地 对于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的社会付出的这些信任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永远来缅怀他们 所以我们起名叫石原楼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这个名字啊 用在这边有它特别一个教育的意义 创香港第一次有订阅 这实在不简单啊 其实咯 大家说出这些东西 打这些破坏 努力一下 鼓努鼓鼓鼓 这个我一直在讲 很多的事情是靠大家共同来努力 才会有开花结果 幸福在这栋大楼 我特别要谢谢傅昆琪县长 为什么要谢谢 实任傅昆琪县的县长 当时在盖 这类 试验楼的时候 配合款的问题 他一口气就答应 给新人像八百万的配合款 当然公所 他也支配了 配合款是八百九十万 总共这一算是一亿两千多万 盖了这栋大楼 内装以及外装 外有整个结构 以所有的设施 各位乡亲 有你们的支持 新人像团队 努力服务 对各位交换的事项 我们千力来做 千力来升起 现在下面代表会主席 陈秀琳表示 代表会同样们对 纳古塔新建是相当大大的支持 来照顾的地方 让我们的诗园楼 能够顺利的完工 启用 不仅外观盖得很庄严 审慎 内部有请更事 精心的规划 非常的舒适 让我们往生的仙人 在此能够住得非常的舒适 安心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 希望在地上王的库持之下 地方能够风调雨顺 适时无灾 往生的仙人 能够在这边好好的修行 来世 承愿再来 典礼现场诸多贵宾来关心 有先言邱光明 县府民政处副处长李薇 立法委员副婚旗服务处主任薄江生 立委孔文级服务处主任乌秀华 县府北区服务中心主任佑黄明 下面代表会主席陈秀琳副主席张梅华 代表梁玉华 代表邓可平 林国贤 天津峰 葛秋夫 家里村长何李凤等贵宾也纷纷表示 世约楼外观庄严 内部更是精心以及规划 加上地点非常的好 收费更是合理 而且便宜 相信现在在世约楼能够临安 而生者能够安心 记得久不见 先聊不到